贫民窟女孩意外穿成豪门甲千金 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跟家里断绝关系 只应看过小说的他知道 他的七个贫民窟哥哥未来会成为顶级大楼 为此女孩主动放弃豪门千金的身份 与真千金交换回到贫民窟 可相处了十几年的妹妹突然换了人 七个哥哥对他很是冷漠 因为之前的妹妹非常懂事 不仅主动辍学给家里减轻负担 而且还打工挣钱供七个哥哥读书 但现在突然换回来这么一个千金大小子 挣不了钱不说 花费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 为此七个哥哥都不愿意搭理他 很明显大家都希望贺静能主动辍学 最好再打一份公公哥哥们读书 贺静实在没忍住就拧开房门走了出来 父母及三个兄弟齐刷刷地看向他 愁眉苦脸 贺静见状哭斥一声就笑了 这让四哥贺随炸毛 恼羞成怒道 你笑什么 我告诉你我只有小一个妹妹 你最好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贺静调了下眉 有些小委屈地说道 容我问一句 成一之前是不是学习不好才辍学的 但我一直都是全班第一呢 文言 贺随浑身一僵 贺父贺母还有大哥此刻都被镇住 明明他看起来就像是那种不爱学习 只爱打扮的女孩 贺静见大家这迟疑的表情 随后慢悠悠地说道 四哥今年读高三对吧 不如我们来比比做数学题怎么样 贺随文言就笑了 看他的目光是数不尽的联名 一中是省重点高中 他在一中里从来没调出过全校排名前时 贺随对自己的本领非常自恶 丝毫不把贺静口中的全班第一放在眼里 好啊 你可别说我七分 接着比赛正式开始 时间限定在一个小时 可还不到一个小时 贺随就把卷子做完了 整洁的卷面密密麻麻写满 他抬头看向贺随 古兽线长的手还在慢吞吞地写着 一看就没做完 贺随嘲笑着提醒 已经58分钟了 不料这句话刚落 贺随就割下了笔 站起身将卷子给了老大贺随 贺随仅是在卷面上扫了一眼 便被震惊到了 自己也太漂亮了 贺随也把卷子往贺远手里一塞 等着自己胜利的结果 只见贺远的神色忽然变得古怪起来 贺随是个急性子 见状立刻说道 怎么样哥 贺随是不是不及格 贺远缓缓摇了摇头 将卷子往他跟前一地说 你输了 贺随当场瞪大了眼激动失声 怎么可能 贺随连忙低下头 这才发现贺随的最后两道大题 每道题都用了好几种解法来写 笔记散漫而悠闲 就好像是写完了试卷 没事做百无聊赖才加上去 这道题是去年的高考题 被去年考生称为魔鬼题 他不仅写对了答案 还用了三种解法 小随既不如人 甘拜下风 贺随当然知道自己会赢 开玩笑 他一个穿梳的高材生 搞不赢一个小屁还像什么话 所以如果以成绩来排名选择辍学的话 四哥应该在我前面吧 随后带着无比歉旧的语气说道 不好意思啊四哥 我剥夺了你上学的机会 贺随刚从打击中回过神 文言死了些一口老血喷出来 暴跳如雷的 我才不辍学 贺随无辜地眨巴眨巴眼睛 可是你学习没我好啊 贺随一夜 又听他气死人不偿命地说 难道四哥是想把诚姨妹妹接回来 让他代替你辍学 贺随激尽咬牙切齿 才不是这个该死的女人 如果说他刚进门时 他只是不喜欢她 那么现在他简直想掐死 贺随又是一笑 开个玩笑 四哥不要往心里去 我读营高 三年学费成家替我交起了 所以仍然会读下去 哥哥们的学费 我也会想办法 贺父贺母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依贺靖这么说 他们贺家又能省下一笔钱 虽说贺家之前 一直把成衣当亲闺女 但他那笔高昂的学费 真的让人如负重担 这下他们终于能够 把欠学校的钱还上了 贺靖本以为四哥这次 肯定会对他印象好一点 谁料第二天 两人就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原因是贺靖要把之前 成衣留下的东西全部扔掉 贺随知道后 整个人当场爆炸 他用力扼住贺靖的手腕 眼眶发红 贺靖你在干什么 这些都是小妮的 你凭什么这么做 贺靖手骨被勒得生疼 看了一眼其他三个兄弟 他们的神色均是默然 想也知道 他们也觉得他做得不对 因为他们只把他当做 才来不过一天的外人 成衣才是他们心目中 血亲的妹妹 贺靖倒也不慌 心理素质强大到 能够承受各种打击 像他这种被恶毒继母 搓磨锻炼出坚强意志的人 只要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其他方面的打击都是浮云 于是他将眼光悠悠转回 又落到贺靖的身上 微条没烧到 我可以告诉你成家的地址 你不让我扔的话 可以把这些东西 亲自送去给他 贺靖的怒火无不戛然而止 无处发泄 他松开了手 将地上的东西 一股脑都怀里抱起来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以后不许你再碰小姨的东西 贺靖好笑地开口 你不敢去找他 因为你知道他不会要 所以只能拿我撒气 贺靖仿佛被戳着了痛楚 额头青筋都拖了起来 怒声大骂道 这是小姨的东西 拿给他他肯定会要的 你根本不了解他 他不是你这样的人 贺靖悠悠一看 似在探他的无知 你知道成家有钱到什么城部吗 成一现在住的 也就是我以前 新手改造的卧室有200天 他穿的衣服 是国际名牌当即新款 穿的鞋子是全手工顶级定制 往他脸上招呼的东西 再三检验成分标准 按照他的皮肤属性生产专属产品 其中添加的成分购买下一超 是你手中这袋垃圾 你确定你送给他他会用 贺靖倔强反驳道 他就算不用 也肯定会好好收藏起来 贺靖简直都要被他的智商感动哭了 干脆也懒得跟他争辩 抛了一句随便吧 贺靖从他的语气里 听到了无奈以及深深的嫌弃 自尊心狠狠受挫 大吼道 送回去就送回去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 贺靖淡定的眉也不重 他们老死不相往了 所以送护书品什么的 简直是自找烦恼 吃过早饭 贺靖就去学校了 当贺靖凭着记忆 踏入教室的一瞬间 空气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学生齐刷刷转头朝他看来 眼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一个冒牌千金居然还敢在银高出现 同一时刻 贺靖一眼看到了 被重心捧月的真千金成名 此时正坐在在座位上朝他看来 教室里他的长相分明不是最出众 但那与生俱来的女主角气质 让他在一杆炮灰脱颖而出 十分的耀眼 看见贺靖 他的脸上窜起肉眼可见的紧张 好像生怕他发难 贺靖默然想起原剧情 贾千金的确为难过他 说他哪怕换了身份 也是插着凤凰女毛的眼睛 成绩烂得跟鬼一样 根本不配进银高读书 使得姗姗来迟的男主角 严寒熙刚巧撞见这一名 保护欲从心中生起 当场放话要替他补课 而严寒熙 原本是跟他这个贾千金有婚约的 在诚意转到银高之后 便对他一见钟情 迅速坠入爱河 然后单方面解除了与他之间的婚约 而这也是贾千金 在文中不断作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爽文女主注定应有敬影 作为恶毒女配 即便是想挽救自己的爱情 也是最大恶极 贾千金从此变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悲剧 不仅眼睁睁看着自己喜欢的男生 维护别的女生 还成了全校奚落的对象 天之娇女的形象一去不复复 想到这儿 贺静皱了下眉 不动声色地扫了下教室 严寒熙应该不在 当初贾千金为了和严寒熙在一起 跑上银高 选了李克 不过从现在开始不会了 管他严寒熙多牛 他并不care 恍惚间 有人叫了一声 贺同学 贺静朝他看去 就见成一从座位上站了起 强忍着紧张 按耐着敌视 大度而又宽容地威胁 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相处 换做贾千金 就连成一也都愣住 他主动低头 是好是因为在成家地位还不 真闹起来 他那个对贺静充满愧疚的罢 还不知道会站在两边 却没想到贺静 竟然就这样云淡风轻地接过 可这怎么可能呢 前两天他还不是要死要活 说想留在成家 把他从成家赶出去吗 同学们则更惊讶了 贺静平时在学校里 嚣张跋扈目中无人惯了 除了严寒熙 他谁都看不上 谁都不放在眼里 居然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对待成一 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 但事情已经清楚地摆在了眼前 贺静旁若无人地用纸巾擦了擦客桌 翻出了书本 开始了课前预袭 成一看了他一会儿 不甘心地把目光收了回来 现在他才是成家的千金小姐 贺静跟他天壤之别 他实在没必要给予过多关注 倒是成一决定一定要努力学习 成为比贺静更优异的人 彻底取代贺静在成一决心中的位置 这一堂课上的数学课 老师叫人上课台做题 一眼瞥到教室里的漂亮生面孔 兴致勃勃地点了名道 新转过来的那位同学 来把这道题做一下 成一倍点到名 一下变了脸色 他的成绩不好 转过来时没有通过银高的入学测验 多科目综合只拿了60分不到 其中数学成绩最差 只考了个位数 成家捐了三栋楼 勉强才将他塞了进来 问他想读文科还是理科史 为了跟贺静较劲 他特意选了理科 想着迟早能完全取代贺静 却没想到第一节课就惨遭滑铁文 这题他不会 连看都看不懂 数学老师以为他害羞 温生道 做错了也没关系 大家给他点掌声鼓励一下 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哗然的巴掌声 成一步得不上去 挪着艰难的步子 站在空处一块的黑板前 拾起分笔 好半天写了一个解字 迟迟没有后续 同学们等得不耐烦 数学老师也渐渐看出了端倪 他的喜悦眨眼被不满取代 他极其讨厌关系乎 接过了成一手里的分笔 在他的解字后面写下一串公式 每一个数字都画得十分好看 成一站在一边 忽然感到极其自卑 他感觉到全班火辣辣的视线 聚集在自己身上 他紧紧拳起手指 整个人羞愧到无地自容 对于自己来说难道无能为力的题 在他手里却变得如此简单 全班人一定都在笑他 仿佛过了极其漫长的时刻 贺静已经书写下了 满满一大片解题思路及答案 他对着成一淡淡问会了吗 成一死死搅着自己的衣摆 点了点头 数学老师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贺静同学以后多帮帮这位新同学 新同学也要多多向贺静同学学习 贺静皱了下眉 没说什么 成一细弱闻声地应了一声事 感觉屈辱至极 转过身 全班看向他的目光果然带着嘲笑和戏谑 成一连头也不敢拍 匆匆回到座位 一堂课很快过去 贺静归内着课堂重点 头顶忽然投下一片阴密 抬起头 只见成一站在他桌前 还带着铜桌撞的 贺静问了一声什么事 成一看上去有些窘迫 你能不能教我做题 贺静眉梢一条 大觉意外 但也没有更多的情绪 成一其实心里拧巴得厉害 纠结了很久 踩抿了抿红润的唇 认真道 贺家很穷 你回去以后应该很难吧 你教我做题 我给你钱 你赚钱赚得有尊严 还可以补贴家里 贺静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 对他格外佩服 不得不说 女主角不愧是女主角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小心机 贺家很穷 你应该很难吧 踩人于无形 展示自己身份颠倒的优越性 你教我做题 我给你钱 你赚钱赚得有尊严 打一棒子给一个枣 收买人心 六得一批 还能补贴家里 最终目的 借他的手 给予贺家一点微弱的回报 既突出了自己的善解人意 又显示了自己的善良 但如果贺家兄弟知道 他赚的钱都是他的 谁还会记得他的复充了 最后他还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提升自己的成绩 真是完美的 贺静轻轻一笑 眼波流转明媚耀眼 程同学 赚钱补贴家用的是 我会自己想办法 不劳你操心 你还是抱个正儿八经的补习班 比找我有用的多 程一来的时候想了很多 他觉得贺静哪怕拒绝 也要思考一下 却没想到他这么干脆 急急道 贺同学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但是请不要任性 这是很好的办法不是吗 贺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没有钱支撑你读银高的 到时候说不定你还要绰许 那就不关你的事了 程一没想到贺静这么油言不尽 忍不住脱口而出道 贺同学你是怕我会超过你呢 贺静眨了下眼 神情变得十分微妙 扮上勾纯一笑 你说的对 程一在贺静桌前站了好久 贺静都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 他咬了咬唇 只能不甘地离去 同桌安慰他道 程一你不要太难过了 贺静就这样 眼里除了严寒熙谁都容不下 可惜人严寒熙根本不喜欢他 你要是能想办法 让严寒熙教你做题 那才真牛 程一出来乍到 还不知道严寒熙是谁 听他这么说顿时起了兴趣 同桌俨然是严寒熙的迷妹 滔滔不觉到 银高谁最帅 当属我熙哥 静孝就是笑草 考试就是传奇 没事就翘克克 照样拿低 总之熙哥强无敌 能让熙哥喜欢的女人 还没出声呢 贺静也不能 程一一刹心动 连目光都热了几分 银高是贺静自己考进来的 但自己是走后门 如果能让严寒熙喜欢她的话 她也不算输给贺静 况且她根本用不着心急 贺家那么穷 根本供不起贺静读书 她不接受自己的好论 赚不到钱 很快就会戳血了 到时候自己仍然是千金小姐 而她却只能变成丑小鸭 逐渐敏于重燃矣 贺静还并不知道 程一心里偷偷打着什么主意 她计划着弄点钱 家里有几个兄弟要养活 一个个瘦得跟竹竿一样 未来成才的也是一身的毛病 聪明的贺静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一天之内竟然就简单赚了几十万 千金回校第一天就惨遭所有同学排挤 但她决定不再装采 而这也是她第一次 公开展示自己的实力 只见贺静随手掏出一份更严好的作业 才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她便进账了整整一百万 原来下周学校要进行期末考试 而她的这份作业整理了所有的考试要 钱多人傻的学渣们当然会抢的嘛 我出两万 我出五万 整个教室乱哄哄的成了一团 贺静的手机响起磁器笔服的震动 有人干脆直接给她转账了 才不过十分钟 贺静又多了五十万 刚当上豪门千金的成一坐不住 你这平民哭的野孩子就爱耍小聪明 可这点钱对成家来说只不过是毛毛 你是永远比不上我 毫无疑问成一是故意来挖苦自己的 但贺静并没有生气 反而坦坦荡荡地看着对方 对啊我就是会耍小聪明 成一没想到贺静就这么承认了 一时被怼地说不出话 贺静心里却十分高兴 这可是她第一次凭自己的本事赚这么多钱 报复的她在回家的路上不禁哼起了 却不料碰到了更大的麻烦 猛然间她闻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 还有几条流浪狗不安的汪汪直叫 显而易见这里在打架 贺静向来不爱管闲事 马上加快了脚步 忽然她听到有人在喊年韩熙 这个名字不就是书中的男主角 成一心中的男神吗 贺静忍不住朝巷子中望去 只见一个高大挺拔的少年 骄傲地站在月光下 严寒熙也注意到贺静的目光 可她却一脸的嫌弃 甚至薄唇一嫌 直接让贺静滚开 贺静也想滚 可她滚不了 因为一名高三男生扔出的书包 砸在了贺静身上 而这个书包本来是砸向严寒熙的 可严寒熙轻松地躲开了 好在贺静没有受伤 她现在只想快速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严寒熙却掉了锅当地朝她的 老大看了这么久的戏才出手 不合适吧 之前动手的男生闻眠 满是愤怒 原来你们一伙的 贺静这才明白过来 严寒熙是故意拉自己下水 果然对方开始朝贺静攻击 拿着钢管向她袭来 幸亏贺静之前练过跆拳道 十分钟后 对方的人都横七竖八地躺下 严寒熙健壮再度出声 拜个把子怎么样 以后我罩着你 贺静当然知道她说出这样的话 是有底气的 因为严氏是龙氏第一豪门 而她又是严家太子 可以说只要严寒熙愿 她就可以在龙氏横着走 可贺静眼皮子也不抬 面无波澜道 小弟弟 等你看手索五日游出来以后再说吧 于是五分钟后 严寒熙以及打输了的尸体 全都被压上了几车 回到家贺静把今天买的零食 都拿了出来 二哥却眉眼默然质问道 钱哪来的 因为贺母今天总共才给了他二十块钱 而他今天买的这些东西 起码要二三百 这可是一家人平时一个月的花销 贺静不以为意的一笑 一眼看出了他们内心深处 最真实的想法 不是成家给的 我自己赚的 四哥文言也阴阳怪气的 你哄傻子吗 你上哪儿去赚这么多钱 我们贺家虽然穷 但是穷得有骨气 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是不会吃的 一时间贺静只觉得很委屈 然而他却什么也没说 回身走进了房 也就是在这时 敲门声赫然响起 来人竟然是一群陌生人 个个都是富家公子千金的打扮 其中一个男生 极有礼貌地问了一句 请问贺静是住这里吗 贺母眼皮一跳 连忙点头 赶忙将贺静叫了出来 贺静一眼挑到门口 那几个男男女 那不是买他作业的 那几个学渣吗 风鸣的贺静一下 就明白了对方的来源 可贺母贺父却一脸愁云 他们以为这些人 肯定是来催债 眼下家里只有一千块钱 这可如何是好 四哥也忍不住小声嘀咕 人家要债都要上门来了 真丢人 可谁料那些有钱的孩子 见到贺静竟然双眼放光 表情极为夸张地叫道 静姐 我们可算找到你 你卖给我们的笔记的解题 思路太难了 我们完全看不懂 能不能包售后 给我们讲解一下 文言一家子都愣住 可贺静却丝毫不感到意外 反倒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可以是可以 不过现在已经很晚 贺静想了一下 回头冲呆入目击的贺父贺母说 爸妈 我先出去一下 大概十二点钟回来 学渣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忙不迭到 叔叔阿姨放心 我们保证把人给你安全送回 等人都走后 贺父贺母感慨万千 原来贺静的钱 真的是他自己赚了 哥哥们也觉得很是羞愧 平白无故地冤枉了贺静 他们本想着第二天 给贺静到期 不料贺静早早就去学校了 根本没有给他们机会 可是贺静还没有走进教室 就觉得今天的学校 有些不对劲 好像所有的人 都在议论严寒熙 大家都在猜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举报龙氏太子 贺静有些心虚 难不成严寒熙 还真会报复自己吗 而且他这一路上也听说了 严寒熙昨天 就被管家接回家了 就在贺静寻思怎么应对时 一个女生突然拦住了她的去路 站住 贺静眼皮也不鲜 淡淡地问了一句 有事吗 她当然认识跟前的女生 沈秋雨 豪门沈家的千金小姐 也是严寒熙的明媚 银高里公认的女霸王 在学校里拉帮结派 一呼百应 美名其约是严寒熙的后援会 没有穿越前的贺静喜欢严寒熙 所以她跟沈秋雨视如水火 果不其然 沈秋雨又往前逼近了一步 冷力威胁道 今天熙哥难得来学校 你最好不要骚扰她 要是被我知道你馋的她不放 没你好果子吃 贺静皱了皱眉 不耐烦又没好气地说的 我以后不会再馋着严寒熙了 我现在是三好学生 她已经进过橘子了 像她这种有暗点的 配不上精力清白的我 沈秋雨文言一脸的惊讶 她实在不明白 那么痴迷严寒熙的贺静就这么放弃 下一秒贺静也直接实话 严寒熙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她身后 刚才的谈话她听得一清二楚 一时间贺静只觉得无比尴尬 与严寒熙对视了一眼 立刻收回目光 淡定从容 好像刚才说那些话的不是自己 沈秋雨直接惊喜叫了声熙哥 小鸟般欢快地向她迎了上去 我们一起去教室吧 严寒熙仍是斜望着贺静 薄唇一勾 目光里流转着意味深长 好啊 沈秋雨昂起下巴 很明显是故意跟贺静炫耀 然后去挽严寒熙的手臂 却没想到严寒熙一下子躲开了 贺静则手臂交叉抱兄立在原地 冷冷淡淡的 不知道是该同情她好 还是可怜她好 可现在她还是更担心自己的状况 如果严寒熙认出她是报警抓她的那一 想找她报复 她就打死不承认 毕竟贺家绝对得罪不起 当三人一起进入教室时 整个班级的人都惊呆了 谁都知道严寒熙最烦女生往跟前凑 今天怎么居然转性了 窗边一个学渣一见到贺静 就蹭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活泼热情地招手 静解 贺静朝她看去 露出了个浅浅的笑容 只是学渣还没来得及高兴 突然就察觉到一阵杀气 她凭着直觉向严寒熙看去 只见严寒熙脸上挂着漫不经心的笑容 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们的样子 同一时刻 沈秋雨故意慢了一步 落在严寒熙身后 将贺静堵在门口 恶狠狠地瞪她的 我说你怎么那么容易就放弃了希哥 原来是在欲擒故纵 随便你 沈秋雨差点气歪了鼻子 恨恨咬牙 贺静刚回到自己的座位 就在余光中发现 承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贺静这才想起来 上次的剧情发生了改变 今天应该算是男主和女主的史诗集会面 果然承一目不斜视地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她今天好似精心打扮了一番 不仅喷了香水 连柔顺的红肠植都烫了微距 果然承一在严寒熙的客桌前停了下来 双手抱着书本 一副局促紧张的样子 严寒熙望着跟前的女生 冷冰冰地问 有事吗 承一脸红了大半 低下头 那个 我是新来的转学生 我 我叫 承 承一 严寒熙不耐烦地正想赶 忽然又笑了 你就是承家最近找回的千金 跟贺静互换身份的那个女生 承一顿时喜笑颜开 激动地指尖发颤 又极其害羞地问 你听说过我 严寒熙不打 懒懒散散地难得表露一丝内心 你找我干什么 承一扭尼犹豫了一瞬 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道 听说严同学数学很厉害 我想请严同学教我做题 话音刚落 整个教室忽然陷入沉寂 所有学生盯着承一 目光透露着怜悯 心想 又一个被西哥外貌迷惑到失智的女生 众所周知 严寒熙从来不怜向西域 对于女生各种献殷勤的行为 只有拒绝三连 没兴趣 没空 离我远点 久而久之 几乎没有人再敢往他跟前凑 败坏他的性质 他还有个外号大魔王 就是这么来的 不料严寒熙反问 你怎么不去找贺景 他的成绩也很好 贺景文言小声嘀咕了句 狗男人 跟女主拉着感情戏了 也不忘烧上他 成衣钻紧了裙脚 语气低落 微垂眼洁 整个人看起来又委屈又可怜的 我找过了 贺同学不情愿 他说我们不是一路人 说完他肩部颤抖 轻微哽咽 故作坚强的样子 令人心疼 当即男生们怒了 浓浓的保护欲 从他们的心间涌了出来 他们看向贺景 目光中都是气负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居然还悠哉悠哉地站在一边 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脸上没有一点羞愧的表情 就好像一切跟他无关一本 有的男生忍不住 替成衣打抱不平道 某些人这样的成绩好 欺负新同学 还要不要脸 不肯交就算了 阴阳怪气 忘了自己已经不是千金大小姐 大魔王这回做个人吧 转学生这么可怜 教一道题也好了 七嘴八舌中 成衣等他们说的差不多了 才又再次开口 谢谢各位同学的鼓励 我想贺同学也不是故意的 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对他产生意见 他也会难过的 贺景文言简直快要气笑了 这成衣绿茶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教室里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烦死了 这响声好似想刺破人的耳末 难听到了极点 所有学生朝着制造声音来源的人看去 此人正是大魔王 很明显大魔王生气了 而且是十分生气的那种 成衣顿时一阵暗息 没想到卖惨的效果这么好 连严寒熙都被他打动 他这么生气一定是因为自己 听说贺景喜欢他 如果他也为自己挺身而出的话 贺景肯定会哭着跑出教室 甚至严寒熙如果因此喜欢上他的话 那就更好了 这么想着 成衣偷偷红了脸 于是他往前走了一步 好让严寒熙更加看清他的脸 并扬起明媚的笑容 严同学 请你不要生气 贺同学或许是有口中的 他一定不是故意针对我 然而严寒熙只冷冷地吐出一个字 过来